我在替你們處理這個尖膏的困難 我再加一個 他流水中 中不需要 我們已經過後給他 他會去貸款 也在交本事 結果 就不需要來尖膏 把我們中 連繞 那個呂寶的錢 不需要放款 相風就將在那個地方 董事人已經在那邊 還要擋壞了 都沒不好 我說這你剛才這頓 還要來找我 他說我們就在吵 我隨便處理 我快要處理你的連繞 我就用這部 縱見 您的現況說明書 到底是依賣方說的 還是依您調查後 去聽的 這個觀念一定要弄清楚 現況說明書 你要不要拿現況說明書 跟買方說明 然後要不要讓買方簽名 可不可以在定約的時候再簽名 很多人都打頭做 買不成了 還打頭來聽現況說明書 這個東西的情形 不應該是這樣子 各位 現況說明書 不能免除仲介的調查意誤 有 重點在這裡 現況說明書 是賣方對人一種的保證 同樣說我的東西是這樣子 但是各位 我們仲介在中央的時候 為了保障交易安全 所以我們要進什麼 調查義務 我又說第二件 各位 這種的時候 我們仲介買賣 結果土地過給他 他去附葬 去葬梁 降階 結果發現說 我們賣方賣出的土地去給鑑鑑 降到 各位 這種求分也很多 那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的現況說明書裡面問說 你的地有去給人 怎樣 降到嗎 我們也同樣 沒有 這樣到底是賣方說明不實 還是仲介調查不盡意 都有 那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倒兵做 想怎樣 對啦 想感慨了嘛 想學長嘛 沒有 各位 這很難處理 因為這多難處理 你已經過後了 賣方會給他倒錢 倒5% 一般都倒5% 倒沒那種倒5% 說你去鑑鑑 結果他說 我只給他 三平而已 一平來三十萬 你幾乎給我 倒一百萬 你為什麼給我倒5% 倒买到五百 常常會這樣嘛 他說你去處理給我 賣方說 我要怎樣處理 我到底已經怎樣 過給你了 我要處理就是 要用你的名字去鑑財污環地 我不是地主 不能告人家財污環地 所以要告是你要去告 你去鑑 所有的資金和費用都要我出 出了之後 要給我們5% 還是100萬這麼靠靠的 結果這個賣方說 我沒在笑 你就是給我處理給我 他說 我要去處理 你要來回家 他說 我自己買賣 我到底就要再跟你回家 就是這樣啊 炒來炒去啊 你如果沒有處理 我鋁寶不肯放行 他說 你如果不肯放行 我會給你告 他受到我的疏憾 我會跟他說 你要給人家扣款 要符合比例原則 依照我們合約 有這種糾紛 除非你能夠證明超過5% 不然你直接給他靠5% 而且我這三平 才差100萬而已 你直接可以靠 靠100萬 靠105萬 你不符合比例 其他的部分 你都要給我 我會給你告 我要給你投5%的法定實驗利息 你不信 你自己去查 各位 我這樣 大部分都拿什麼人 想解決很多很可憐 就是土地賣 他也過貨 他也去貸款 他也拿去用 連累的時候 這裡 整個都給你騎 鋁寶都不想回家 我們是不是賣一塊土地 想要來解決我們的事情 結果 找一個說 賣解決 是不是很痛苦 拿不到錢 他說你去告 各位 像這種的 你趕緊跟吹告 純正師人跟他說 你狙狙靠五趴 我給你靠 村子你要放行 你如果不放行 我就隨便去告 各位 他也不要接你 趕緊他告 因為隨告 隨勝利息 而且會縮低那個時間 不然在那裡 你們總結就這樣 超來超去 還有一間 快點超 要跟七八五月來找我 我說 你們這段時間 你們都在聰明 我都在跳 我說 這五千幾萬 我們放在裏寶 這個賣方說 還在喬 各位 在喬 算不算他賣付錢給你 有沒有十元給付啊 有 來 老師給你們講 無論什麼事情 如果茶也好 房子也好 買買的時候 發現說 有流水 有氣氧黏到 這種情形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買方 有時候 他不抹 丟起來 有一種是 故意的 不要給他錢 要求他處理的 另外一種是 要給他賣 如果這種情形 他也說 這有流水 我不要買 我常常就這樣 說 我沒有在買老家家的 他來跟我諮詢 我說 你買的是老家家 沒有老 怎麼可以叫做老家家 所以 你買老家家 財富是老窄窄 沒有 你只能怎麼 也不是錢 你只能 請求修善 還有他 慈顏交屋的 總價法 暗日萬分之二 另外 你如果說 你有去另外租房子 這些損失可以賺好而已 所以各位 你在這個情形的時候 假設 這個是兩千萬 你不可以 整個都沒有了 你要解約 有很多人這樣 第一位你有聘 你的特約有聘 若房子有漏水 本合約失效 或雙方無條件解除 各位 現在就是貸款很困難 所以我在影片裡面 我也有說 若貸不到 兩種算得 現金補足 對吧 若貸不到 本件買賣合約 不生效力 雙方合約 解除 各位 現在也是問題 就造出來 戴不到 雙方合約 不輸不贏 不成立 失效 這樣我們總結會不用負 但是 各位 戴不到 雙方合約解除 我總結會照負 到底這是拼條件 還是拼解約 因為這台會對 台未對 大家都沒辦法 所以大家也有拼 拼說我這間 就是一定要貸款 你如果願意向我消防 這條現金補足 我怎麼 沒辦法賣 這賣方也願意去嘗試 仲介 願意讓他們成約 所以我們是不說 這大家來拼看看 對不對 拼不到的時候 大家怎樣 夫婦的大家刷刷去 沒有什麼損失 你再賺罪而已 對不對 現在這間就怎樣 就失去 失去之後 他就去找北京來做 因為我們簽的一般約 所以大家就拼 拼說怎樣 我們來台 叫台書在那裡問 陳台書這個台會對嗎 陳台書說這個 可能台會對 我就已經跟經理吃到 認到 經理說會來報 這種的 不要相信 因為經理都 先吃 就是 戴不到合約的效率如何 這個是很重要 是解約呢 還是說大家合約就失效 你為了避免爭議啊 各位 你應該是寫 真的戴不到的話 這條件不成就 雙方合約不生效率 這個是大家無辜 無辜 比較符合 雙方跟你仲介的議數 因為大家是來 企劃嘛 拼拼拼拼拼 待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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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對你就照顧 但是你想說 雙方無條件解約 這家仲介就要來找 那這個問題就會產生爭議啊 所以各位 這個漏水呢 或是占用呢 原則上是這樣 禮費很嚴重 你才可以解約 不然你可以請求修補 在還沒有修補以前 你可以實施民法264條 同時旅行抗變 但是各位呢 這個同時旅行抗變 要符合比例原則 意思說 這個買賣 這個房子是兩千萬 我過給你你去貸款啦 已經貸款給你了 所以呢 流水可以 叫我來修製 我賣方 應該要說 我會來修製 請你給我時間 我會來修製 大部分的賣方 他沒想要出這個錢 他就說什麼 當初是我們現在現況交污 買方說 好啊 現況交污的時候 當初是我們去貸房的時候 我去看房子沒有漏 貸款我過給你的時候也沒有漏 現在貸房漏到這種地步 不然你是用枕頭去蓋的去炸的 現在整個拌開 這裡就漏了 還是說剛好的時候 我們在看房子 上頭水盤還沒有滿 有啊 做青鋼架 上頭用水盤的這也有啊 水可以 現況是以什麼為準 現況交污是以什麼為準 現況交污是以什麼為準 看污時還是交污時 交污時 好啊 交污時的現況是沒有漏的 但後來漏了呢 你要負責嗎 教雄嘛 這是你的房子啊 你也要去人家修製啊 因為這沒收過夠用 大家會說我沒有啊沒有 你都寫的 我們中間都寫的 現況交污 然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除非是凶宅啦 女子啦 否則不能再請求 免除瑕疵擔保責任 軟下的都我咬的 咬到現在 著作為虐 我是說齁 當初時 如果來看房子 這間房子有漏水 結果大家在那裡 超價錢 本來兩千 對吧 這就是漏水 現在看起來 這拼藍白髮丁丁 這外界我還要怎樣 開錢修理 賣方 後來又去修理這個 麻煩 你就要重逢做一次 處理你的 水電源 重逢做一次處理你的 這樣我願意 搭錢給你 對不對 而且我又是陳才佑 全門在處理老水 對吧 你修就好嘛 你修給我就好 是不是啊 兩千的時候 是不是歪一百 對不對 變成千塊 這個時候 不知道在那些特約來 誰說什麼 我們買賣是以兩千成交 但呢 折價什麼 一百 就這一些部分 還有將來的漏水呢 都免除 都由買方自行負責 將來不可以再以任何理由 給我清求 是不是這樣 那是在處理這個事情 結果你們現在是怎麼處理 賣兩千 跟你們委任的時候呢 是什麼兩千二 明明我們修得好是兩千的 總共說 本來是已經比較高 現在齁 已經折兩百了 你們這個人的活氣死 懂這個意思嗎 我們是不是委任這兩千一 現在瞧瞧是 不知道兩千 結果在那邊的特約在講 本來是兩千二成交的 我還扎兩百 拗給你了 用這樣人好 我們在那裡上班 那個法官 他都住宿舍的 不要叫你騙過 所以 也相信你說的 賺這個錢的好业 我也很給你 怎樣 扭你先走 這根本就是不對 各位 我剛才說的那種 是不是大家都表明的 對不對 其實人家賣方有這個麻煩 說我都整個打理就好了 你後來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怕麻煩 我感恩就打理 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各位 我們現在要跟人搶的時候 是不是要那些賺錢 對不對 我們又在那裡寬角 我們跟我們中文說 我這就拿五十萬 還是六十萬 整個都打理 看你要買多少錢 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照出來 讓我搶就好 現在 這樣大家是不是拼好的感恩 你不要再給我陷阱 在車子沒有什麼 刷豬肉來幫你搶 對不對 你不能說六十萬收 他現在還給我拗 現在是這樣 所以各位 這個部分 要會處理 所以各位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要建立你們仲介 如果發生這個流水 對方在中的時候 我們賣方 如果不說特別等的時候 要 趕快去幫你修理你的 連後 修理好的時候 這邊一定跟你說 你那修理的是煮什麼 真的 還有爭議的時候 去找那個土木祭司 開始算錢幾萬塊 找土木祭司說 這個 固固的發生什麼原因 多少 我就照這樣幫你修理 那各位 修理好 他就沒有理由 幫他搶錢 所以我們經常 在打這種官司 在我的處理上 都很簡單 我就跟他說 來好 你講你有流水 來 看他 我找那個 抓漏將軍 還是抓漏亞軍 去幫你修理 用什麼方法 幫你修理 叫你給我修理 他會去跟你說 我沒有 我說好 我找土木祭司 又給你看 有人出報告 你如果不給我修理的時候 這是你的不對 我願意給你修理 你如果還堅持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 你應該這些錢 你一天要給我 要靠萬分之二 你撞得住 撞得住 你自己想看看 這如果空家 還沒點膏的時候 他拒絕點膠 我也是用這樣 官司去修理你的 臉上跟他說 我已經修理好了 請你來怎樣 搞廚 來點膏 你如果沒有來點膏 你怎麼處理 又壞了 他就沒有來點膏 裝睡的 就不行了 是不是 我廚要交給他 他流水 他就說我沒有來點膏 有沒有 叫那個煙霧公司來啊 他就沒有要點膏 各位沒有要點膏的時候 我們就說 對幾位 對幾位老水 我放心 你修理你了 如果純正師人他嚇他 他說我修理好了 請你來點膏 你如果不點膏 這就是開始遲延 我每天半分之二要跟你發 如果我還請一個純正師人 說喊你什麼時候來點膏 你如果還不來點膏呢 注意聽 拋棄戰友 以代替交付 這我在替你們處理這個點膏的困難 我們就都過給他去貸款 結果他不要來點膏 我們要怎麼處理 這是合不來 先去修理好 跟純正師人說 我已經叫人來修理好 要照著去去去去 請你來點膏 你如果不要來點膏的時候 你要每天給我發萬分之二 連我又第二份純正師人說 喊你什麼時候來點膏 你如果不來點膏 我就拋棄戰友以代什麼 交付 就是說你不要來點膏 我這個東西奢侈 頂頂我會駕給你 你如果不要來修 我不知道你主席 我也是拋棄戰友以代交付 這樣我算點膏了 OK 你把三催四催 你催靈牆要下載 他也不要來點膏 簡單說是這樣 幫你教這個方法 拋棄戰友以代交付 算交付給他了 他就要開始萬分之二給我們發了 而且那是總價 發起來很怕人 我又告一個 他流水中 中不要的 我們已經過了給他 他會去貸款 也在交本事 結果就不要來點膏 把我們中 連那個呂寶的錢 不要放款 相風就僵在那個地方 董事人已經在那裡 還要擋換了 都沒不好 我說你剛才來找我 他說我們就在搶 我隨便處理 我快修理你的臉後 我就用一步 臉後開始加 加三催 各位 你知道那千多萬的時候 三催 一天發萬分之二 你看算是多少 加到一半錢 很可怕 你還要對風 在靠 靠說 怎麼罰這麼重 所以法官看得可憐 再把它阻檢一下 所以那個損失會擴大 各位 同樣的你 的狀況也是這樣 那麼 買風流水的時候 就是叫對風 趕緊來修理 那麼我們自己也可以請 就跟他說 修理流水 對費和嚴重 不會花很多錢 但是我們的買賣 價金是不是很多錢 而且每一天 罰萬分之二 是不是很多錢 所以你一定要 在我的觀念裡面 一定要趕緊處理 因為那小錢 所以你現在 如果是買風流水 請他來修理 那如果沒有來修理的時候 我願意多少錢 怎樣 我放心 春的我幫你倒五% 你趕緊來處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後面 我們萬富 給他 也只有五% 罰萬分之二 少富的 假設我們修理也太少 不是總金額 像這樣子的話 各位 這樣大家來處理的時候 事情就好解決 因為大部分的錢 賣方都拿到了 我們買風也是已經 拿來用了 那各位 他如果還沒來修理的時候 你就把它割 甚至你要割之前 已經找到 給技術來說 說這裡固固的多少 所以我 春的都放行 我這裡把它倒掉 在流的時候 我故意不需要來修理 所以這錢 我要減價 所以我這裡沒有要付給他 所以各位 這個部分 本來就應該這麼樣處理 其實買賣的時候 不會發生那麼大的一個問題 叫你來修理 我現在看見 你不得不得了 那這個問題 這是個問題 我先去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